股票投资让你伤脑筋吗 想要学习投资一技之长吗 欢迎收听 古海飞扬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古海飞扬 我是子洋 那么台北股市基本上 目前处在的一个位阶 今天大家看到 昨天的美国股市还算不错 那台北股市开高之后 你又发电好像又有一些卖压信心不足 然后重点在于成交量的萎缩 那么成交量萎缩其实是现阶段 他必然的每一次在整个联准会 在这个利率决策会议之前 市场一定会卖压会变得比较多 就像昨天 那昨天的下沙 你会发现重点就是 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 近期的一个强势的一个族群 各股上面 那当然重点就在IC设计 那IC设计因为你是短线重心 短线的人气指标 短线的强势股 那所以它的极短线来说 它的筹码结构里面就有绝大多数 就是所谓的短线资金在里面 因为短线资金就是这样 哪里有机会 哪里就往哪里走 那可是问题是一旦有这个风吹草动的时候 那它第一个就先杀这种标的 所以昨天其实你看到有一些下沙的一些指标的强势股 其实它不代表它基本面不佳 或者是有什么本身的一个 基本面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 出了状况 不是 就是纯粹单纯的一个短线的一个筹码流动的问题 所以有些很多很多投资民会说 那昨天下沙的这些IC设计 或者是中小型的一些最近强势的个股 是不是就是被出货了 被到货了 结束了 我昨天有讲过了 我说我们不能这样看 那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在短线筹码的流动 短线资金会先抽出来 那如果它再转强的话 其实这些短线资金又进来了 所以那种短线资金 因为在因为现阶段的市况 它你没有办法去去避免说 短线资金这样一下来一下卖 那个股波动很大 这是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去干预交易市场的 这是一个它就是会发生 就是这就是如此 那但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呃现股当冲 那所以有有有有很多人在讨论说 那现股当冲这样一个这个 一个做法 一个政策 那是不是对个股的交易 量价的稳定性是有害的 其实一提两面吧 看你怎么讲 但是我说如果我们不要讲所谓的一个 要活络市场或等等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给投资人交易人很好的一个盘中交易的一些更为开放 甚至能够让各位交易上面能够更为灵活 这些用途之外 其实你单纯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股当中的量能 或者是放大的格局之下 其实确实了 确实造成很多 所以我们进行看到强势股 某一个阶段强势股 某一个阶段强势股 它的一个现股当中量能都会在里面来来回来来回回 那 就他就很有可能会造成某些强势股突然被怎么样 突然被 做一个五分钟分盘交易 被警示 那其实背后原因就是因为短线资金在里面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总的来说 其实我说如果你很这两天你很在意的是这些突然杀回来 反向杀怀的这些这些中小型强势股的话 其实我会建议你不用太过担心 那我认为拉回之后 快的话几天之内又上去了 有些标的会这样子 那慢一点的话 可能给他一个礼拜多的时间 可能他还是要上去 因为他这一波一定 他股票绝对不是因为那些短线资金把他拉上去 一定是他股价有一种有买盘 让股价转折上去之后 然后越涨越强越长越强 强到短线资金进来 所以为什么 现在问题在于不是那些短线资金 关键在于这些股票为什么会上来 那些买盘让这些标的转折上来 变强势股的那些买盘 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才是真的重点 那如果那些实质的买盘 他买进的那个背后原因并没有消失 而且会陆陆续续会实现 让我们看到 那这个短线资金在里面瞎缴获之后 让股价出现一个快速压回等等等等 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而后还会再上去 所以其实 我往往跟投资朋友讲 其实就看你的心态 如果你是看很短线的 当然你会觉得哇这个问题好像天要塌下来 好像崩盘一样没有 那如果你的格局是比较大的 我常常讲做股票要会赚到钱的人 他的格局是比较大一点点 你格局放大之后 你看任何的事情 你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 那你所得到的获利报酬就是比较大 那如果你太在意的那个一个 一个一天两天三天五天的行情 那当然你可能得不到后来后面的最大那段行情 毕竟影响股价因素太多了 包含我们现在在讨论的短线筹码 对不对会影响股价 包含我们刚才讲的造成股价这一波 这些股票转折上来变强越走越强的 那个背后原因的实质买盘也是一个 那甚至整个指数指数的强弱 有时候也是会影响到个股的短线的一个走法 所以影响影响一家企业股价的一个原因 背后的因素真的太多太复杂了 但是所以我们说我们把它做一个归纳之后 其实你要掌握几个原则的话 然后你格局再大一点 你就不会被那些各式各样来 四面八方来的这个干预股干扰股价的这些因素 而影响到你的操作 格局大之后你会发现重点在哪里 当你看股票的格局大之后 你会发现重点在哪里 第一个这家企业的背后的 那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为什么他会转强上来吗 背后那个实质买盘 他所看的是什么事情 这是关键因素 这家企业背后的那一个 而后会实现的利多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做 你在做股票上 你要掌握第一个要件在这里 那第二个就是 就是我们讲的 你整个如果在这个前提下 他没有改变他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上涨因素 那其实就是什么 你格局把它放大之后 你会发现 就是我常常讲的 你买的是否是足底之后刚上来的 就是整个架构上面 你买的格局上面 你是不是一个足弯底之后准备上去的 那就可以大概你就可以推敲的出来 那个实质买盘在这种位阶去买进 让股价向上推 推到变强势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极有可能就是因为 他的基本面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些 所谓的一个谷底翻扬了 或者是开始准备进入 重新进入一个新一阶段的成长态势 那这种那这种东西就不是走 走一个涨两成涨三成这种格局 就是一个波段格局了 那在波段格局里面 当他变某一段时间变得很强的时候 短线资金就进来了 那短线资金一进来 股价可能就波动性就变大 那你因为他波动性变大的时候 你又把他如果下跌了 像昨天你又把他看坏了 那就是我讲 你就没有做到我讲你的格局要放大 你要的是什么 你看的是什么 你看的是什么 那你未来你得到就大 你以为你得到的就有多少就不同了 所以你格局大 你未来赚的就多 好啦 那这个是我节目一开始 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这两天 有些中小型个股的波动变大 其实你应该用什么角度去看待它 好 那当然我也建议各位 不要去怪罪那些短线资金 因为大家都是想赚钱 做短线的人也很多 那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做法 你也不要去 去 去 责骂或责备或者批评 我觉得就是这个市场就是这样 开放市场就是这样 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式各样的投资人 我要赚大的 我格局大 你要赚小的 你要赚那个一块价差 你要赚那个0.5% 几毛钱 那你格局要用小的 你就用赚小钱 赚小钱的赚大钱的人 格局看待方式做法都不同的 好不好 那再来 我们就先回到盘面来解盘 这个行情我给他一个标题 我今天的下标重点就是一个一句话 就是台币不升 行情不来 台币如果不升的话 台行情是不会来的 那所以我们就看了 到今天早上的新台币还在扁破这一波上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新低 那所以代表说整个市场的一个资金或者说你统称所谓的一个外资 其实整个资金是持续在慢慢的外流了 好 那所以对于全资股的操作上面就比较难期待说 让你看到什么买超买大买台积电大买全资股的几率就不高 但至少目前来看要大卖台积电的几率 我认为也不高了 所以在这种小卖的格局之下 我觉得可以去期待一件事情 就是台积电是否能够把最起码的五日均线要收复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 其实有机会的 为什么就是你看 美国股市虽然今晚在落势 但是美国股市落势过程中 他其实他昨天晚上的收涨 其实已经让我们看到刀中子也好 或者是科技股也好 其实他已经默默的收复了 美国这些科技指数或道琼指数的一个五日均线 所以他们已经收复五日均线了 那你台北股市 你最起码应该会跟着做同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认为台北股市这个时候可以去期待一下 收复五日均线 台积电也收复五日均线 这是一个关键因素 你最起码让我们看到说 你的一个所谓的指稳的条件 指稳的第一条件 你连五日均线你都收不回去 你要跟我说你指稳的 你修正结束的 我觉得那个是不合常理 也是不合逻辑的 所以最起码的条件就是五日均线要收复 美国股市都收复了 为什么你台股收不收不回去 那所以可能就是 所以为什么常常我在讲就是台币很重要 因为你资金一直外流出去的话 你台北股市或许就会变得比美国股市还弱 所以台币如果不升 那行情不会来 那台币要升要大升吗 目前来看也看不到这种迹象 所以就是你最起码要稍微升破什么 32.4 所以我说新台币如果说能够升破32.4的话 我认为就是有一个味道就是代表说 台币指数的部分 这边有机会收复五日均线之后 先向上挑战一些压力区 慢慢的向上走 走个几百点的几率是有的是存在的 至少有这个机会 所以 这个指数整个盘面结构来看的话 因为它受制于量缩 受制于这个联准会的一个最新利率决策会议 最后的决策 那所以会有一些官万买盘 官万性的一个资金会在外面等待 所以市场资金就诸于一个萎缩 交易交头会稍微冷清一点 量能萎缩 自目前所看到的现象 但在量能萎缩 大家观望的态势之下 你还是得跟着美国股市 对不对 所以你起码收复个五日均线 起码让我们看到 你台币有机会升破32.4 只要升破32.4 其实我觉得就是几乎可以确定 进入一个安全范围了 好 那指标股还是在联发科 这一波弱势的是AI AI到目前为止 我都没有看到所谓的一个转强迹象 所以我觉得 所以基本上我都告诉客户 AI我们短时间内不要去碰触它 不碰AI 那不碰AI 你说伪创广达这都一样 不碰AI 那不碰AI 因为很多人手上持股 是AI的股票 还套牢的中 所以上档卖压很重 我这样讲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 可能手上就有AI股套牢 那所以其实就是这样 你看随随便便 我一讲就很多人是套牢的 确实是有人套牢在这些标题上面 那代表什么 代表AI 短时间的不用去碰触它 所以 要当指标的 AI就搁在旁边 目前不是它 那台积电是一个关盘重点 全亡嘛 所以台积电基本上 我刚才已经解过了 先看看它能不能够指稳之后 缩复五日均线 那谁有机会当指标 就是我一直讲的 节目中我一直讲的 就是 AI里面 其实发展到最后最后 你会发现最重要的不是伟创 不是广达 不是这些技嘉 都不是 是谁 其实在八月底我就讲了 只是当时有人认同吗 当时八月底 你们的脑袋瓜里面 只有伟创 只有广达 只有技嘉 对不对 那当时 在看伟创 广达技嘉的这些人 光宝科等等都一样 现在很多人手上套牢了 就是这些股票 可是如果八月底你听我讲 我跟你说 AI发展到最后最后最重要的是谁 是联发科的时候 离线运算 AI离线运算联发科的时候 或许你资金已经转进到联发科 而不是这些 AI 伟创广达技嘉等等 害你套牢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一来一回你发现 我八月底讲完之后的700块的联发科 当时在下位在700块 到现在已经850 860 两天前还再创波段新高 而伟创广达那些呢 继续破低 这代表什么 所以我说 一个产业或一个像这个AI啦 你真的懂AI吗 如果你懂 你把它看得够清楚的话 你在八月底就会像我一样 已经看到了 未来AI发展到最忠诚 谁是最重要的 联发科 离线AI 那所以 你看联发科这一波最强 那既然他已经走出一个身段出来了 联发科已经在两天前再创波段新高 已经走出一个身段了 那代表什么 他能不能够带起整个半导体的IC设计产业 所以IC设计就是我刚才回过头 我刚才讲的嘛 为什么这一波有实资买版把IC设计的一些中小型股 一个一个拉起来 为什么 背后有一定的原因跟理由 那只是因为他短线拉回来 是因为短线资金干扰他 OK 所以联发科继续上继续不死的话 继续走到我们讲的波段行情的话 那这些二线三线的IC设计 绝对还是会上去 所以他是一个有逻辑概念的 OK 好了 那接下来重点就来了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标 我们现在先不讲IC设计 因为IC设计已经有实资买盘 把它进注买进去之后 股价已经上来了 那因为短线资金干扰之后 他必须要给他消化一下 休息几天之后再上 那所以现阶段有没有什么标的 或什么族群是 你可以去留意的 那今天我给各位介绍一个产业 我不要针对单一个股去讲 我就讲这个产业 那你对你如果认同 你可以去找寻机会 如果你认同 可是你找不到机会是谁 那你可以加赖 加赖之后私下询问 私讯过来询问 或者是你可以播我们的节目咨询 专线来做私下咨询 因为节目中公开媒体 我们不要针对单一的个股 好像在做介绍推荐 不要 因为是也不应该这样做 不要去干扰个股 好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细晶圆的产业 细晶圆产业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 我相信都应该有所概念 简单的讲细晶圆的应用 其实它非常非常多元 很广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细晶圆 它是不是我们所谓的IC晶片的材料 上游材料 你没有细晶圆 你做不出底 你到最后最后最后 根本不会有3C产品 所以最上游的材料 IC晶圆 细晶圆 所以它是 所以它的上 所以它的下游是台积电 连电这一类的 半老体公司 所以在台积电的 在上游的材料 就是细晶圆 这样了解了 这样的概念你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说你说先进制程 3奈米的一个先进制程 到成熟制程 7奈米以上的成熟制程 基本上都是都要细晶圆 所以它广泛的应用到最后的终端的话 包含像你说5G 你说大家现在所讲的AI 你说车电 你说IoT 都一样 所有的都要最都要最上游材料 因为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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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 你要做出这个晶片 你就是要有细晶圆 所以细晶圆产业是整个半导体的上游材料 相当重要 那其实如果你把他们的 这一个这相关个股的相关企业的股价的现行 一个一个来拉出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好像许久没有动静了 可是如果你仔细去看他们的法说 的对未来的一个看法 以及他的营收 近期营收陆续的变化 你会发现这个股价算是足底一段时间 蛮长一段时间的 好像是可以去留意了 那到底你应该可以去操作哪一家企业 这个我在目前的节目中 我们就因为公开媒体 我就不能够去做一个明白的说明 因为这会干扰到 有点在推荐单一个股 这是违规的 我们不做这种事情 而且我也不是来跟你报名牌 那如果你对我讲的这个细晶圆产业 你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 哪一家企业 你觉得我们觉得可以注意的 黑马股前立股 你觉得有兴趣了解的 那请你带广告时间加赖 那加赖之后 你丢私讯过来询问 这个细晶圆产业的黑马 是哪一家或哪两家 有兴趣的知道的 有兴趣知道的了解的 你可以丢私讯过来 先加赖丢私讯 那如果你懒得加赖 你说老师 如果我懒得加赖 那你就直接待会进广告之后的 节目的节目内容的咨询专线 你把拨通 拨通之后 那来私下做一个询问 私下咨询 也可以 也可以 好了 所以在这个目前的 现在的事况之下 你一定要记得 不管你怎么做 就是秉持着 我一直告诉各位的 你要赚钱 你的格局要放大 你要看到别人没看到的 然后第二个 你一定要先把那个 主体准备转折上去 准备进入波段 起展的位置的先买到 而不是转强之后 短期筹码太多之后 股价波动之后 你再去追 千万不要做那种动作 那一样 有想要了解的 细晶圆产业的黑马股的 请你拨电话 或加赖私下咨询 丢私讯过来 那明天我们同样时段再见 拜拜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现在就加入 叶子杨老师的LINE AT ID 小老鼠YAYA168 小老鼠YAYA168 或拨电话 02-2362-8000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雇102年 金管投雇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